站在摊位前不停飙骂 粉色上一女子气扑扑 对着摊位老板叫嚣 但她自己也是咸酥鸡摊老板 客人们全都吓坏 警方到场赶紧将女子拉开 她还是气不过继续往店家走 直到远景要她冷静一点 本来以为没事了 但是 女子三个小时后又回到摊位前 她疑似有喝酒站都站不稳 看到地上有酒瓶就吵着摊位砸 一共砸了四次 这下涉嫌公然侮辱还有毁损罪 事发就在新北市中和南市角新南夜市 动手的贤苏鸡老板表示 她只是心情不好才会搞破坏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 该府的责任都逃不掉 东城新闻社会中心 新北报道